那另外就是说睡眠之前的一些习惯 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我们可能先从睡眠习惯来做调整 比如说刚刚说睡前不要看一些蓝光啊 可以听一些音乐啊 很多人其实会觉得说一天要睡满八个小时 才算是说睡饱了这样才是没有失眠 但其实呢每个人需要睡眠时间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可能睡四到五个小时就可以睡饱了 那有些人可能要睡到大概九到十个小时 那重点是我们看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呢 能不能顺利的在三十分钟内入睡 那或是说睡到一半会不会容易惊醒 那或是有些人会比较早醒 那以至于他隔天呢早上的生活 他的精神被拖累了 或是说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这样的状况然后要连续每个礼拜至少三次以上 连续三个月 我们才能说他是有一个失眠 睡眠障碍其实他范围比较广 有些人是说失眠也算是其中一种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睡觉中的一些像是会梦游啊 或者说有不眠腿啊 那个我们都会算是睡眠障碍 那像是有一些人是会说粗睡 或是睡眠过多 那都是算是睡眠障碍的一种 其实睡眠障碍的原因很多种 当然就是我们要先排除说 有可能是药物造成的 有些药物可能会让我们精神比较兴奋 所以有些药物是不适合在晚上吃的 那有些药物当然也会造成试睡的状况 可能就是会觉得整天都很累 很想睡觉 那还有一些像是酒精啊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还有一些像是脑部的气质性疾病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中风啊 或是脑肿瘤啊 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的清醒状态 精神疾病像是忧郁症啊 焦虑症啊 或是思觉室调症等 他们一开始在作用发病的时候 可能也会以一个睡眠的不稳定来呈现 那另外就是说睡眠之前的一些习惯 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睡前看太多蓝光的东西呢 它就会从我们视网目去刺激我们的大脑睡眠中枢 会让我们睡得没那么好 或比较不容易入睡 这些都是要做的 其实我觉得治疗之前一定要先找出原因 我们刚刚有说很多种原因都可能会造成失眠 或是睡眠障碍嘛 对那我们先去矫正那个原因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真的是结构造成的 像是睡眠呼吸中止让你睡不好 那可能就要寻找牙科做一个止汗器 或是寻找外科做一个结构上的处理 那如果是药物的话 你可能就把药物的频率调整 那如果真的是 发现这些原因好像都没有特别需要矫正的地方的话 我们可能先从睡眠习惯来做调整 比如说刚刚说睡前不要看一些蓝光啊 然后可以听一些音乐啊 我们建议在睡前四个小时内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过于兴奋 因为我们要睡觉 入睡的时候 其实希望我们的不交感神经兴奋一些 而交感神经比较休息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像是 睡前也不要吃大量的东西 尤其是如果你有胃食到腻油的人 为什么腻油的话会让你不舒服睡不好 那另外就是说可以就是做一些睡前的仪式化行为 所谓仪式化行为就是像是我自己本身啦 会点一个就是香氛 然后再做一些伸展稍微拉拉筋这样子 会让我觉得做完这件事情 那我下一个动作就是要可以睡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帮助我们睡眠的食物 像是有含有色胺酸的啊 或是有钙的啊有美的啊 这些可以让我们的神经比较稳定 然后像是Omega3的鱼油等等 这些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情绪比较稳定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真的调整那些东西还是睡不好的话 那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药嘛 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叫做微电流刺激的疗法 那它其实是可以藉由一些物理上的刺激 去调整我们脑细胞的神经活性 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那也比较不会有一些忧郁或焦虑的症状 那你还不喜欢吃兴肥油 那这些钟 你还不喜欢吃的 那边的话 如果你不喜欢吃兴肥油 我会不喜欢吃兴肥油 我会不会吃兴肥油 我会不喜欢吃兴肥油